家电器都不少的开 对啊 电费还呼呼的扣 客户说关掉家里所有电器 不开灯 不开电器 情况下两个小时跑一度电 去看一下什么情况 到了地方 没有名牌号 哪个是102呢 您是101还是102 我问一下您是101还是102 101 这是102是吧 好了 谢谢 您好 您好 弄电的 过来看看 怎么回事你说一下 他现在的电器都过来了 过来了 他说别的门门不用换东西 不用换你 你说一下什么 就是他说没毛病 他说就有一路叫照明 也不知道漏电也不知道咋是吧 一天 就一两个小时一度电 开不开就两个小时一度电 不是 你这准备的粗暴都不舍得用 第二倍还是200 我才才感觉纳闷 不用电器 他一个月200块钱 对 上次 50天 转了590 我还说他 我说肯定不对劲 还不在意呢 我说不行 他肯定有问题 我家电 我朋友他们认为就开了一个月156 嗯 是吧 那正常的吧 156 对 156正常 对 他是24小时一直保温 我还不舍得保温 加电器都不舍得开 对 电费还呼呼的扣 看一下 关掉所有电器 关掉所有的灯 这个线上还有2.5A的电流 就是所有的灯都关了 所有的电器都拔掉了 还有2.5A的电流 但是把灯的电闸拉掉以后 电流就没了 现在确定是灯这一路是有问题的 你看 现在所有的灯都灭的 还有一个2.5A的电流 拉掉总电闸 没了 没电流 测一下漏不漏电 达到城市开测漏电的档位 他们怀疑是漏电 那就看一下漏不漏电 直接测量灵火线对地线 不漏电的 它这个不是漏电导致的 还是有用电的 还是有用电的 不漏电 2.5A的找这个2.5A是什么在用电 是不是又一个灯一个灯的事啊 没有您你们家灯全关了吗 全关了 大概或许有一个电器在用电 还有什么大路里啊 我们家也没有装个新电器了 各位人家有浴霸吗 有 好 踩上灯去拿回去 嗯 有温度的大哥 有温度 刚才开了吗 没 没 没开啊 你开的抽风呀 我开抽风 但是这个东西有关系有点 风暖 风暖 也就是 有温度 是不是供暖 暖气 我们家的风暖就坏好长时间了 有的时候开开都 都喜欢找了 他才反应过来 这个动力 这个坏了 我怀疑 我当时一干啥会想的 应该是 这个开锅关不上 关掉一个风暖 现在是1M的电流 小了一半 所以它这个电流是开风暖的电流 按照原理 风机不往下吹风 这个风暖是不能开的 就是不能加热的 而它现在这个风暖是在加热的状态 风机没往下吹 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它开关接的不对 还有个开关是坏的 关不上 我以前经常跟人修浴瓦 还遇到过浴瓦着火的 很多都是接线的师傅没注意 把线接错了 很常见 这种故障很常见 这么一看它这个线接的不对 很明显它这个开关关不上了 一直在通电 所以就这种情况 它风暖在加热 一般您在下面是感觉不到的 风机没有把热气吹下来 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家的浴瓦 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它的风暖打开顺序是这样的 先打开风机接通以后 开风暖才好使 这才是正确的接法 你别说就这一个小故障 很多家庭都有 现在这样接就好了 等它买个新的开关再换上 它只有通过开了 拍风以后往下吹热风了 往下吹气冷 才能允许 才能允许这个风暖通电 不然的话很危险 现在为零 你等一会再过来抽水 一会就好了 小区净水机不打水 让我过来看看能不能修 我也不太懂 他们说用户在接水的时候 没水 发现这个电机不转 也不知道是电机不好 还是电路没有电 对于这种净水机设备 我还是头一次 头一次修 对这个了解的少 那就看一下 为什么电机不转 不打水 它这个用户只要刷卡 或者是投币 然后就可以 拿桶来接水 那就看一下这个水泵 220的电 水泵是220的 这两根线 铝 它去哪里了 进入了这个控制柜 打开控制柜 从这个电路板上出来的 直接控制水泵 他们以为电路板不好 换了一个 还是不好 把电送上看一下 电路板有显示 然后 水泵需要零线 零线接在这个位置 等一下就测一下 有没有220的电输出 刷卡投币以后 这个火线有输出 230V 用万一表测量 一个测火线 一个测零线 230V 电压正常 再测水泵这一块 测一下接头这个位置 电压正常 这也就是说电过来了 这个水泵不转 那就让他们换水泵呗 我就准备测 好,这个是水泵坏了吗 那就再测一下水泵 断电以后 测量水泵的电阻 看一下 表针应该有摆动 没有 那是这个水泵烧了吗 感觉这个插头压到线皮了 没压到铜丝 拆下水泵的线 单独测量这两根线 这个泵是好的啊 嗯 这泵是好的 原来是个头我们压好线 是吗 这把八八线再重新压一下 电流 开吧 头壁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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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也很大 啊 啊 好嘞 转了 这个泵也好事啊 这个泵没毛病 就是它压线没压好 它就压了个线皮 然后里边的导线没压住 哎呀 开一下我看看电流 嗯 嗯 哎呀好 露水了啊露水了 啊 您现在摸你那个 慢慢放水 嗯好 好好好 好好好 嗯 很好 把这一块再处理处理 包一包再包一包 嗯 这样就好了 维修完成 小故障 感谢您的观看 请多指点 这台仪器 没有地线不行 但是接上地线 它会烧坏 没接地线吧 对 没接地线外科 还带电呢 接上衣服烧仪器吗 接上衣服烧的 烧仪器啊 啊 吻压器它本身外科 也带电 是吧 嗯 我有点纳闷的 为什么不接地线 它怎么还可以电 它有感应电 那个地线不接 它带感应电 怎么回事 能用吗 不接地线 不接地线也会烧啊 也会烧 对 因为有些油 里面这个要求高 必须接地线 然后 而且地线不能带电 对吧 上次来了电工 没给整名的 还是怎么回事 找一下它的主配电箱 在这儿 地线 找一下主地线 主地线 直接测主地线 带60多伏的电压 我觉得这就是个感应电 一般是地线不好造成的 去主地线的上一集看看 叫来了物业的师傅 跟他们去主配电箱看一下 打开主配电箱 直接找这个电缆线和主接地牌 看一下地线是不是没接 正常情况下主地线是不带电的 就不带电压 就是有感应电它会对地线放掉的 那就找一下它这个地线 看是不是这一根 地线的线头没接 在这头测地线上带60多伏的电压 这个地线的线头 怼到配电箱外壳上 测量是没有电压的 这个地线是接地的 这个时候再来它店里的配电箱看一下 再测主地线 没了 电压没了 这是正常的 这样把这个地线压到了地线牌上 就接了一段线 因为不够长 没了 刚才有60多伏 40多伏 好 现在好了 可以了 可以了吧 好了吧 好了好了 现在好了 像他们有些仪器要求地线带电必须在 一点几伏之内 所以说要求地线必须得好 不然那个设备用不了 它这个烧设备的原因就是地线没接好 都会以为很难搞 好了 维修完成了 感谢您的观看 请多多指点 这个维修费报价300 看一下什么故障 一个可以升降的搅拌机 它是一个划刹电机的 划刹电机 是是是划刹电机的 我划刹刹了 把结果也划了 还是不行 能下不能上 能下不能上 下是叶压的 不是叶压 这个还不是叶压的吗 这个不是 哪个是叶压的 我想着这种生降都是叶压的 这个不是叶压的 上面是个电机的 电机 哦 上面有个电机 电机是个柱 这边 这就是正反转 电机正反转 对正反转 他们把这些按钮开关啊 交了接触器都换了 还要是 还是波士 看一下什么原因 现在以这都不去懂 试一下吧 试试 干不干 喝着 喝吧 可以 你下 下可以 上没反应吧 下可以上没反应 我反应一遍了 啊 上下是 那个的 嗯 这个上下是 它有限位 应该是有限位的 有限位吧 有限位 还是说有限位开关呢 来之前 我就说是限位开关不好 让他们换一个来看看 他们说对限位开关不懂 这就是限位开关 这就是两个限位开关 有什么 它是因为 它是下脑点 它自动定限位开关 这个 这个应该是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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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限位开关不好 它定要拉咯 看一下很明显 这个限位开关里面的触点都不动了 听声音也能听出来 这个很清脆 直接换个限位开关就好 出去买了一个新的限位开关 先看一下 按进去以后是断开触点 就是把电路断开 同时也断开了交流接触器的线圈电路 然后接触器不要细合 上升就停止 就是这个原理 把线接到长臂触点 来 送上电看看 试试好不好水 好 下吧 好 这样这个电路就修好了 很简单 好 我们干净了